坦白講要買個一億元的房子 對我來講不是很困難的事 我也不用去裝窮 我們本來就買得起 太太陳佩琪看房所定億萬豪宅 柯主席不言了 一句本來就買得起 在營火上升 同是台大醫生的施錦中 臉書PO文 認識台大醫院很多醫師夫妻黨 工作一輩子還沒看到 誰有辦法買一億的房子 頭號可黑王世堅 開嗆十年前柯文哲 可不是這樣說 買得起那你選舉就用 你是以前就好啊 你為什麼在選舉的時候裝窮 那你十年前你怎麼在質疑 連聖文的地堡 就連民間黨立委沈柏陽 二零一三年臉書貼文也被翻出 看著被報導以及發言方式 可憐兩人實在太像了 若哪天柯文哲拿下面具 自稱連聖文 他也不會意外 只有勝利 只有工具的使用才是價值 他是一個非常空洞 而且搖擺不定的人 過去毛起來抨擊權貴 對如今人設大不同 似乎為了止血 柯文哲大談居住正義 臉書隻字未提年輕人 卻在淬喪 為年輕人暴驅 感到不捨 寒話政府落實居住正義 但網友留言 大酸早上講完 晚上改口 喊房價貴又挑一億的 都還是著重在什麼樣子 才能夠讓我的聲量最大化 已經不是叫危機處理了 那個其實就是叫放棄治療 一個政黨的經營最重要的是肌肉 可是很奇怪 你養大了一個壞嘴巴 崩盤到5%以下是很困難的 民眾黨最低就是9% 看破譯豪宅不是錯 但柯文哲被質疑的是十年來 向支持者哭窮募款的草根形象 依系之間大崩壞 三順教育學好 才有台北怎麼到